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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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好了 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深吸一口气 闭着眼睛 先不看手机 A到B毫不费力 我能坚持到中间了 说明我的肺有一半是健康的 火遍全网的憋气测试 有人毫不费力 有人有心无力 可测完之后 大伙的疑问也不少 不是我吹 我做这个测试真是毫不费力 这是不是能说明我的肺特别健康呢 我跟楼上那位相反 我编完差点没给我自己送走 可就算这样我也没通过测试 我就想问问我是有啥毛病吗 可我平时没觉得闯不上去呀 通过测试的和没通过测试的伙伴 这意味着什么 跟肺健康是不是挂钩 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洪博医生 有请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大家好 其实这个类似的测试 就测这个憋气这个事的测试 早年前就有过 那个主持人何炯 当时在微博里面发过这么一个 说拿着手机 憋气打八 看谁打的八多 谁就牛 所以这个憋气的测试 正经火了不少年 各种各样的花样都有 那刘老师啊 这种憋气测试 真的可以测出我们肺部健康程度吗 咱们说何炯这个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游戏成分 那还跟手指头速度有关 对吧 是吧 我比我老二大也多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游戏成分在里 那其实大家还是很关注 我们的这个肺功能 那我先想问个问题 咱们这个肺到底是干嘛的 交换机体呗 呼出二氧化碳 吸进来氧 就负责让咱活着 喘气的 储君说的就是比较专业 你说的就是个食指 都对 咱们这个肺 确实就是一个呼吸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这个气进来了 干啥呀 进到血液里去吗 对 就是我们吸进来最有用的这部分 也就是说氧气要进入到血液 那我们就是具体来谈一下肺子的功能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憋气实验干嘛呢 就是看这个气进到我们肺的能力 实际上这属于肺的通气功能 气体进入到肺了之后 它怎么进到我们的身体里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就是 我们吸进来这个气体里面的氧气 要通过肺脏的毛细血管 然后和毛细血管内的血液里面的血红蛋白进行结合 这部分呢可能就叫弥散功能 也就是换气 所以就是通气和换气 这两部分实际上只是我们整个 从医学角度讲 大的这个呼吸运动完成的第一步而已 我们叫外呼吸 然后实际上下一步呢 就叫内呼吸 内呼吸呢就是 我们刚才吸进来这些氧气 跟血红蛋白结合 那我们在手指上撤的那个血氧 实际上反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 然后之后这一部分血液呢 随着血流还运到我们的各个器官 然后供给我们各个器官的这个氧供 然后我们将大眼睛说了 我们就活着 对吧 这是肺的最基本的一些功能 那咱们仔细看一看 这个换气功能 靠憋气可能是测不出来 那咱们这个通气的功能 可以通过憋气来测出来吗 对 这个憋气实验呢 确实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通气功能 进来了多少气体 比如说我们临床要做肺功能的检查 实际上它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组成成分 就肺通气功能 做的话 即时会指导你吸气 实际上我们刚才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并不会憋那么长时间 我们可能接下来马上就要用力护气 大家想憋气不就是口鼻没有气流吗 那口鼻没有气流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短时间内的无氧 可以这么理解吗 刚才说咱吸就是为氧气嘛 护就是为氧化碳 那我口鼻没有气流 那我这个时间吸进来的氧气 那就是在氧核的过程 就是血流这么转 然后把里面的氧气就都带走了 大家想其实这个血流速度会很快的 就在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话 我们的血流可能就转了好一圈 那么实际上还需要就是其他器官 对这种无氧条件的耐受程度 实际上是更复杂的一个机制吧 像我说这个憋气实验呢 还是有一定游戏成分在里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年轻的朋友 我们可以试一下 但是年岁大的尤其有基础病呢 这个我们就不请医师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按这个说法呢 就是咱们刚才那个测试 就是玩一下而已 你通过这个40秒测试的 也不见得就说你的肺功能是刚刚好的 对它因为不单纯反应肺 应该这么理解 第一肯定还是对肺脏的功能 有一定的反应 但是它不单纯只反应肺功能 我们要是想完全通过的话 也可能需要其他脏器的配合 心脏啊等等脏器的配合 像刚才我们这个憋气实验 如果不能顺利通过 大家不要紧张 并不代表你一定真的有问题 就是我这个憋气实验 我就憋不住了 还和什么有关 实际上还和咱们的体型也有关系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如果胖胖的 那种圆圆胖胖的身材 呼吸运动的隔肌的一个功能 它隔肌不能很好的下降的话 那它也可能就憋不住了 如果担心 一定要装科医院去检查 像我刚才提到临床 我们做费功能测试 做新功能测试 这样的话你也就放心了 互动群叫做人间理想型的朋友就说了 那个测试单独看好像挺鸡肋的呀 但是如果原来我可以通过 现在呢憋到一半就不行了 这个是不是就得警惕了呢 这个朋友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考虑就更全面了 确实有对比的情况下 可能会说明一定的问题 其实这个憋气的实验 能活这么长时间啊 首先我觉得一个是它的这个简易性 大家就一呼一吸之间一憋上 大家都能参与啊 对 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健康意识的整体的提高 大家对于心肺健康都提到意识日常了 提到心肺的健康的监测 大家最近很关注的一个就是血氧饱和度 买不到血氧仪不用着急 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测血氧了 将食指放在摄像头上 等待15秒钟后 不要移开手指 继续等待90秒的实时健康检测 测试结束 报告就会自动跳出来了 健康检测 它只要这样扫描人脸20秒 就可以检测出心肺血氧还有呼吸 这个测试能火啊 全是因为血氧饱和度这个词最近火了 一度呢导致血氧仪脱销了 因为有人是得上了肺炎 尤其是有一些重症肺炎的人 就是没出现我们常规理解的说 有高烧啊什么胸闷气短啊 气粗啊这些情况 而是出现了更为隐秘的 更不易察觉的一些症状 近日湖北武汉70多岁的吴女士患上了重感冒 不过老人病情似乎并不严重 并没有发热胸闷气短等情况 只是食欲不太好 没啥精神头 家人也就没多在意 可思五天后 吴女士突然开始神志不清 经送医检查发现 老人的血氧只有70多 而血氧低于95% 一般就有缺氧的危险 CT胸片情况更是触目惊心 双肺都已经白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肺 缺氧非常严重 几天的高流量氧治疗 效果都不好 一度要上呼吸机 而主治医师表示 像吴女士这样 没高烧 不咳嗽 但最终严重肺部感染 而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 在医院里并不罕见 其实老年朋友的肺炎 确实跟其他典型的肺炎 是不一样的 很多老年肺炎的患者 都没有高热的过程 没有咳嗽 也可能没有表现为上不来气 那么老年人的肺炎 它有它一定的特点 症状更隐匿 除了一些典型的症状 没有出现以外 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 那我们广告之后 来为大家提示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尤其我们的老伙伴 一定要注意 自己是不是 要考虑到医院就诊了 快吃饭 没有精神头 很难往重症肺炎上想 即使到医院 哪怕是抱着体检的心态 这样的话 对老人的身体健康 会更好的一些 网上传的几个小方法 能代替血氧仪监测血氧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医生青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 随时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的是咱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呼吸内科主人医师 刘洪博医生 欢迎刘老师 欢迎 70多岁的吴女士 没发烧 没胸闷气短 可是她双肺已经变白 大白肺 咱们经常听说 听起来这个就挺吓人 是 大白肺 现在也都是被大家认识了 为什么是白肺 就是咱们正常这个肺 它也是含血液的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 它还是鲜红的 那我们正常做肺CT的时候 咱们这个肺脏 实际上是黑颜色的 它是含气的 是黑颜色的 所以白肺实际上就是和这部分黑颜色的肺 进行对照 然后说变白了 那什么情况下变白呢 就是炎症了 影像学就会发生颜色的变化 炎症的时候就变成白色 灰白色 那么白肺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病变部位 在肺的它的体积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一般说50以上 甚至七八十就更严重了 也体现了肺部病变的一个严重性 它会严重影响人的养核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血氧饱和度 会非常非常明显地降低 那么肯定没有养了 人就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所以要是严重的白肺这种情况的话 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 报道当然不太一样 跟你这个医疗救治条件也有关 但是可能将近不到半数吧 可能会因为这个就去世了 它这个炎症已经这么严重了 居然没有什么胸闷呢 或者是呼吸急促也不高烧 另外呢 新闻中的吴女士 她的主治医师也提到了 这种现象很常见 常见这个词我不敢说 但是确实是有 只能是说暂比到一定比例吧 尤其现在呢 有一些专家在网络上啊 或者是新闻里面也提到了 这种沉默的这种纵症的肺炎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主要也是针对老年朋友 比如老年人 他没有更多的社会活动 没有更多的体力劳动 所以他第一 他对养的需求也比较低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反应 老年人都伴有一定的反应迟钝 或者反应减慢 所以说他可能不会有 特别多的感受 比如因为血氧底 导致的一些心率症快啊 尤其有一些心脏疾病的老年人 他不能觉得 我不太爱动 是不是我心脏不太舒服啊 他可能不一定会往肺部的问题上去考虑 所以就往往导致了 一旦发现就已经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再有像刚才说的 肺炎他结果还不发热 这都是根据老年人 他本身的机体的特点 而出现的一些情况 之前咱们也聊过 发热其实它是免疫的机制的一个应答 那是不是说老年人的免疫的这一部分 已经走下坏路了 对 我觉得储君特别专业 老年人的这个免疫能力 包括这个免疫硬打反应的能力 都是大打折扣的 都没有高热的过程 没有咳嗽啊 也可能没有表现为上不来气啊 老年肺炎的症状更隐匿 近日湖北武汉七十多岁的吴女士 患上了重感冒 不过老人病情似乎并不严重 并没有发热 凶嫩气短等情况 只是食欲不太好 没啥精神头 我爱吃饭 没有精神头 甚至连看健康一身轻 都坚持不住了 对不对 的确很难往重症肺炎上想 像刚才咱们朋友们提到的 它真的只表现为萎靡 就比如爱睡觉 不爱吃饭 不爱动 有的时候可能白天老人 可能还起来啊 比如家里有猫猫狗狗的 可能爱玩一玩 就是现在就没有精神头 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 我刚才想起来 我一个朋友的老爷 当时就是昏睡 已经到昏睡的程度了 家人就说怎么就觉不醒了 都睡了一天了 就开始可能中间还睁睁眼 喝口水上个厕所 然后第二天发现 就有点晃悠晃悠 就睁眼瞅一眼 然后接着睡 感觉问话也能回答 家人实在是觉得不太放心 才送到医院 当时还认为 是不是神经的问题啊 先去医院做了个投吸梯 结果说投吸梯啊 然后急诊的医生说 你老年人 你要把肺炎带一下 因为一个机器 就一下扫下来了 结果一看就是肺炎 一眼血炎症指标已经很高了 但是老人他就是个睡觉 确实没有发热 有的甚至表现为 比如说精神运动方面的一些异常 都是有的 因为我们临床也确实见到过 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家人 要关注老年人 像我昨天就有一个老人来 76岁了 就自己一个人 来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 我问他 我问你为啥才来看病啊 他说我自己 我这两天也不爱吃饭 我就没爱动 我就那样了 我今天实在太难受了 我才到医院 他们对体温也不是很敏感 到医院一凉就38度6 然后一拍片子就已经肺炎了 所以说这个确实 老年人这个人群 尤其在得肺炎的情况下 很多是不典型症状 就需要家人的 更多的一个关注 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振 或者精神萎靡 实在是让人难以解释 那最好及时到医院 我们哪怕是抱着体检的心态 这样的话对老人的身体健康 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临床这种情况 实在是太常见了 老年朋友对自己也要格外的关心 不舒服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子女 或者到医院就诊 老年人得上肺炎 症状不明显 除了日常多观察 咱还能做点啥 不少人的目光锁定在了血氧仪上 平时多测测血氧饱和度 不就知道这肺到底是啥情况了吗 刘老师 现在这个血氧仪 基本上来讲 咱们家家可能都在背 对吧 但有的人可能还没到 因为确实是脱销 是吧 那你这样的情况 如果家里现在还暂时没有的 网上传的几个小方法 能代替血氧仪监测血氧吗 这个肯定是不能实际上替代 因为血氧就是反映 养和血红蛋白的 它的一个浓度 那我们只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现在这个家里头 这个血压剂 什么也比较方便 不能测吸率吗 因为血氧降低 血里头养不够了 养和血红蛋白也没有了 那怎么办 吸率就会快 就是让我们这个红细胞 更多更快地赚到我们的肺 然后和这个吸进来的氧气进行结合 所以说一般来说吸率会快 还有就是呼吸频率会快 呼吸频率快 它不就进来的氧气多吗 所以说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发现家人 是不是有一些身体方面疾病 或者问题 标准的呼吸频次和心率 应该是在什么范围内呢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呼吸频率 每分钟 24次以下 这样也可以 然后吸率的话 一般就是60到100 但是都要和你基础地 进行一个比较 比如说健康的运动员 他吸率可能才50几下 刚才您也说了 沉默的这种缺氧 在这个老年人和基础病当中 是比较多的 原本健康的这些年轻人 如果得上肺炎的话 是肯定会有症状吗 会有明显的凶问 心慌 发烧吗 病毒肺炎的特点 它还是具备一些 其他普通肺炎的一些特点 比如高热 我们说普通肺炎 就指的是细菌感染 包括致原体 医原体 那么病毒 它是另外一种病原体 但是它也是导致 呼吸道的炎症 所以发热是最绝常见的 那除此以外咳嗽 干咳也好 或者咳痰 痰可有可无 半或不半有胸痛 半或不半有胸痛的意识 就是说这个病变部位 累积到让你疼的部位了 你才有疼 要不然也可能不疼 那是不是一定会出现气短 那也是看它病变部位 病变特点 以及感染的病原微生物 它是否会造成 你有气短的问题 比如现在的病毒 那么累积的肺部的 这个面积比较大 那可能会出现 胸门气短 要不然的话 比如以前像我们经常 老百姓说 大印肺炎 致原体肺炎 都经常提 也不一定每个病人 都出现气短的问题 所以说它是一个 中和的判断 发热 咳嗽 半或不半有咳痰 半或不半有胸痛 半或不半有胸门气短 但是发热一般来说 可能是它更常见的一些问题 左大腿外边麻 有时候痒了 有时候还疼 和腰有一定的关系 留着时间吵了 又夸我也不舒服 建议你到医院 进一步去检查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清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清 左大腿外边麻 有时候痒了 有时候还疼 我右车从这个坐骨偏右一点 往右拐一直垂直下去 往大腿肚子 有时候到脚背子穿疼 坐都不敢坐 偏的显示说是 椎管狭窄 还有腰椎退行性改变 我想我这些症状 是腰拐的呢 还是怎么的呢 从你这个病情来说 现在的大腿麻木 和腰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你这个检查结果 显示有椎管狭窄 椎管狭窄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的 你这个腰椎 现在的神经又受压迫 这个神经受压了 它神经营养就不好了 就会出现缺血 出现麻木 治疗的话呢 因为它主要是腰带来的 所以说这个治疗的时候 你一定要治疗以腰为主 腰为主呢 我看你这个体重有点偏胖 不能让体重再进一步增加了 尽量的锻炼 通过锻炼来加强肌肉的强壮 第二个呢 你要想不让它麻木 最好腰部呢 在走路的过程中呢 带个后腰来固定下腰 这样呢 它椎管狭窄的时候呢 它就能神经不刺激 不能长期待 否则容易造成腰部肌肉的萎缩 代表呢 就可以用些神经营养的药物来治疗 因为它麻木啊 是神经的病变 如果症状持续加重 也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坐着实验场呢 就是腰的中间就特别疼 完了躺实验场呢 早上起来 也是腰中间特别疼 完了等着我出去 溜弯去 溜到实验场了 就是有疑特疼 把脸的这个右胯部也不舒服 有时候也疼 你做了啥检查吗 他说有点腰间牌 动出不是那么狠 你这个月经是什么时间没有的 50那年 我做个子宫肌瘤切除 你现在的腰疼 第一个呢 你这个正好更年期 它整个骨头的代谢都不好了 你还做过的复科手术 这样人体上的就有 骨子疏松的可能 骨子疏松的表现呢 就是腰疼 宽关节疼 全身的骨头可能多方面呢 这个疼痛 所以说有可能是 骨子疏松造成的 第二个可能呢 就是说是一个腰间盘突出造成的 因为你现在CT 虽然你以前查CT不是特别重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这个病情会逐渐加重 第三个呢 因为你早晨起床以后疼痛的特别厉害 也不排除疯失和脊柱炎的可能 所以我建议你呢 因为你疼痛确实影响你生活了 应该到医院进一步去检查 秦皇小景囊为您的健康养生 来帮忙 我们今天主讲嘉宾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伤寒论教研室主任 王树鹏医生 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刚过完春节 鸡鸭鱼肉小海鲜 大伙没少炫吗 和满足了口腹之欲之后 不少人表示 哎呦 我说嘴里怎么不识味呢 发苦啊 食欲不好啊 总爱犯恶心呢 确实啊 最近我出展啊 口苦的朋友很多 因为呢 肥肝后胃吃的太多 导致呢 湿热淤积于肝胆 引发了肝胆湿热 肝胆湿热之后啊 就会容易出现口苦啊 食欲不振啊 恶心啊 等症状 那这个肝胆有湿热 咱们得想办法把 是不是得清理这个湿热啊 今天您的小枕囊里边啥招啊 没错 小枕囊里拿出来 这是啊 去肝胆湿热的好药 龙胆蟹肝丸 那里边主角 这是龙胆草呗 对 里边有龙胆草 柴湖 黄芹 枝子 则蟹 木通 车千子 当归熟地 治肝草 能够清肝胆立湿热 用于呢 肝胆湿热 涂云木齿 耳聋 耳鸣 邪痛 口苦 尿齿 湿热 代相 等等 既然是这个中程药 咱们是不是按说明书吃就行了 没错 按着说明书就吃就可以 吃一周可以看一看效果 王老师 我们就吃药的时候 就不能继续暴饮暴食了 那当然了 这个时候不能再暴饮暴食了 那么容易病情反复 好了 如果您没记下来 不要紧啊 微信扫码 关注我们健康安心心的公众号 当天的推送里边 就收到我们节目的文字版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明天精彩 请您先读为快 一面是平时眼干 一面是迎风流眼泪 这么矛盾吗 并不矛盾的 两者的完全可以同时出现 越干越流 越干越流 迎风流泪 后劲老足了 眼角都鼓起大浓宝了 那这个是什么眼病呢 我推测这位朋友 应该就是眼睛的下水管出问题了